1976年,国家粉碎了四人帮,以夜监英为首的中央领导,想让邓小平重新复出。 然而在这件事上,一些同志受批邓之风的影响,仍存有不同的意见,这让邓小平的复出之路变得困难重重。 就在此时,一位开国上将挺身而出,他为邓公奔走呼号,获得了许世友、韩仙楚在内的一众军区领导的支持,最后成功帮助邓小平复出。 这个开国上将到底是谁?摆逗一下邓小平复出,了解更多相关信息。 文化大革命期间,邓小平两度受到冲击,深陷批邓风波,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,邓公才被平反。 以夜监英为首的中央干部,希望邓小平能够回来工作,然而邓公的复出却并不顺利。 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,但批邓之风并没有消失,一些同志认为邓小平暂时并不适合回来工作。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,一时间众人僵持不下。 就在这时,新疆司令员杨勇突然要求休假几个月。 杨勇是开国上将,更是邓公的老部下。 解放战争时期,杨勇先后担任了二爷第七纵队,第一纵队司令员,而二爷正是刘邓所领导的。 无论是千里越近大别山,转战江淮,还是最后的逐鹿中原,都有杨勇将军的身影。 邓小平和杨勇的将帅之情,也是在一次次战役中得到了升华。 在文革期间,杨勇和邓公一样都遭到了批斗,他被将亲为首的四人帮监禁了六年之久。 一直到1972年,杨勇才重新复出工作,但却被派到了偏远的新疆。 当时四人帮要求杨勇在新疆批斗,他却不为所动,还对下面人说,将来有人追究起来,我来负责。 杨勇对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的遭遇,一直愤愤不平,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,打倒小平同志,我想不通。 从上面的故事不难看出,杨勇与邓公关系十分要好,那么他为什么要在邓公付出这样的关键时刻休假呢? 其实杨勇并不是真的休假,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到各地为邓公争取更多干部的支持。 他一路从新疆来到了北京,又从北京去到武汉、广州、海南岛等地,见了不少老干部。 这其中有北京的罗瑞卿、韩仙楚、武汉的杨德志、王猛,以及广州军区的许世勇。 这些人都是军区的一把手,他们若是能同意,那么邓公付出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 做其他人工作时,杨勇上还可以轻松应对,可到了许世勇这里却没有那么容易了。 这倒不是说许世勇对邓公付出有什么意见,而是许世勇太过热情了。 熟知许世勇的朋友一定都知道,许世勇人生有三大爱好,草鞋、茅台和吉普。 他每次吃饭都要喝上一点,还特别喜欢劝酒。 可杨勇有长眼,喝不了酒,只能陪着许世勇喝水,令人哭笑不得。 不久后,以许世勇、韩仙楚为首的军区领导,纷纷向中央建议让邓小平付出。 杨勇也在第一时间去了北京西山,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邓小平。 他对邓公十分尊重,一直称呼邓公邓政伟,这还是在战争年代的称呼。 而邓小平也深知,这个老部下对自己的情谊,对杨勇很是感激。 这次之后,杨勇又两次看望了邓公,直到中央下达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通知,他这才真正放下心来。 1977年,杨勇被中央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,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部队工作。 在成为副总参谋长以后,杨勇平反了以张爱萍、李达为首的4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干部,深受群众的好评。 说是副参谋长,但因为邓小平职务较多,所以大多时间总参的工作都是由杨勇一个人完成的。 邓公对他也是格外的放心。 然而遗憾的是,杨勇将军1983年1月变兵逝了,享年70岁。 尽管刘邓大军战将如云,但在邓小平心中,杨勇永远是最特殊的那一位。 大家对杨勇将军了解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,我们下期再会。